好 另外来看到台中太原夜市要吹席灯号了吗 随着集团收购土地即将在2月28号 太原夜市要走入历史了 营运将近四年 为北屯人留下了许多吃喝玩乐的美好回忆 未来将随着新建建案 而在动土之前夜市负责人也期盼 是不是协商可以争取继续来营运 不过这一切都得等月底归还之后再来交涉 民众拿着餐时开心逛起台湾夜市 平日晚间热闹营运挤满人潮 烤炸美食 甜品饮料 甚至还有小赛车 海盗船等大型游玩设施 成为孩子们的最爱 不过这样的繁荣 随着私人集团买下这块千坪土地 2月28号即将划下据点 在这个时间当然是带动地方的繁荣 但是车辆进居 来这边逛夜市有很多 但是管理远远的管理也不错 但是听到说太原夜市要关闭了 觉得也有一些不舍 也不舍 因为摊商还是得要生计 也是要再摊这 至于建商盖房子之前 如果还有缓冲期 也是给人民一些 摊饭一些生活的空间 开业将近四年的台中第三大太原夜市 为在北屯区台七十四线 太原扎道口旁使东山太原附近 吃喝玩乐好去处 而在6600坪用地近40亿售出后 2月底交还 负责人也将争取 动土前的营运机会 或是律寻他处 不过还得考量申请制造问题 不舍是一定有的啦 但是做生意就是要有契约精神啦 目前就是依照契约精神 先交给地主再交给建商 希望建商在未开发期间 是否给我们缓冲期 让我们宁寻他处 申请执照 这样是最好的双赢的结果 太原夜市它其实蛮可惜的 因为它算这边蛮好逛的 可是它未来就是变成 那个建案吧 对啊它其实建商进来 它是带动这边的房价 虽然说蛮可惜的 但是也是一个利多啦 这样子 企业消息一出民众蜂拥 也是人气变得更旺 随着太原夜市将走入历史 即将新建的建案 也预告将为台中第一大 布子里再添更多人口